原文在组,故事继续 昨天和大家讲了,这个土木无一役 明君惨遭血洗 其实当时在淮来城里的首帐 是亲眼看到这幕惨剧 但他亦都没办法 只能够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 一日之后,京城那些人就知道这个消息 哇,林天龙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无数文官武将战死 最为之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满 京城已经不堪一击 后宫的太后和皇后哭到一旧 那帮大臣就急得窄窄跳 但又没办法 千头万岁都不知从何做起 那姜还是老的了 这个时候,尼部尚书王直站出来 直接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也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首要矛盾 皇帝到底是生是死先 当然了 大家乱到一锅糟 都不记得了皇帝 兵没了可以再照 大臣死了可以再考过 其实皇帝死了都没什么 都可以再立一个就行了 但问题在于 你先得确定朱其震先生 是不是真的死了才行 万一你将他当死人 铸销了户口和皇席 另外立了皇帝 过两天 他自己PDNPDN的走回来 那你还要他头不要 那是 说就说社稷为重 均为轻 同国家比起身 你朱其震是不算得什么 但问题就在于 你都要给个准确消息 死了帮你开个追悼会 如果还在生 那我们再想办法 太后和皇后 就当然希望她是在生 但那帮大臣就不一定 那帮大臣的意见应该就是 皇帝死了好过生 朱其震 你也是死了他 反正今次 你将你祖先的面子都丢掉了 你死了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立一个皇帝 简单方便 你不要再搞个建文帝出来 又搞多几十年了 所以有时候 皇帝的命真的不值钱 虽然很残酷 但这是事实 朱其为了建文帝的消息 就足足等了二十年 但朱其震帮大臣 就幸好 他们只等了一天 有人前来通报 说一个叫梁贵的錦衣卫 有要事品报 这个梁贵 当日就是跟着朱其震出征 现在回来 也正是梁贵 带了确定的答案回来 皇帝陪下 还在这 还在这 在哪 那我们就回回当日 当时大军崩溃的时候 朱其震的示威 不是打死了 就是不见了 大家都顾着自己逃跑 一个小小的土木堡 一时之间 变成人间地庸 朱其震 虽然就没有戴眼色人 但也不是一个废材 他没有了二十万大军 没有了大臣和示威 没有了随身的所有财产 但他保留了一件事 大明皇帝的尊严 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 他没有好像其他人一样 四围地走 而是很安静地坐下来 这个时候陪着朱其震的 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这个不是好人 朱其震在那里坐着 一个瓦勒的士兵 就发现了他 拿着刀 上前凶他 要他脱下身上 那些值钱的衣物下来 这个坐着在那里的人 根本不理他 望都不望他的眼 这个瓦勒士兵就想不到 哎呀 你明君里边 居然还有一些这么鎮定的人 自己有刀 又将牙舞爪 你这个人 手无寸铁 还这么鎮定 他当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他举起刀 决定要杀了这个人 如果这一刀真的砍了下去 就真的反而一了百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大哥来了 他大哥呢 就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见到这个人 这么有气度的 立刻拦着他弟弟 这个人 举此特别 不是一般的人 然后 他立刻请朱其震 去见也先的弟弟 蔡罕王 蔡罕王呢 在瓦勒算是高级人物 即是都见过那些世面 但都是被我们这个大明天子吓惊 因为这个朱其震 见到蔡罕王之后 也都没有跟他说 客套说话 首先出了一条 三选一的选择提告他做 紫额心腐 柏岩贴木耳腐 蔡罕王腐 大家知不知听 翻译到现在的语言就是 你是也先 还是也先的弟弟 还是蔡罕王 听完之后 蔡罕王大惊失色 俘虏见得多了 都没见过这样的 拍头实在不是一般的大 胆量也实在过人 他自己都持不定主意 立刻走去找他的领导 阿也先 阿也先知道这件事之后 也都很震惊 他觉得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 于是立刻派两个 见过朱其震的步下过去看看 并且最后证实了 他是猜对的 好了 那一场争论就这样开始了 七十几年前 蒙古贵族被人赶出中原 几十万大军被随达常遇春南浴的人打到落花流水 才走到这个茫茫大草原 也先虽然就不是黄金家族的人 但他已经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做大汉 继承了皇室正统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也是蒙古人来的 虽虽无家恨 但有国仇 那阿也先就首先发言了 他很开心 我以前 不断向天吐告 希望大远 有朝一能够统一天下 现在果然仍然 明君被我打败 现在天然也被我捉卖 那这个时候 一个叫做奶公的人就说 是啊 那天将仇家贼给我们 不如杀了他 我们后来查过很多史料 就不知道这个奶公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就是估计就是无名小卒 他说这句话 完全就可能是想照个热纳 拍下马屁 但是这个马屁实在拍错地方 你虽然知道 高级贵族讲话 何时轮到你的小人物出声 就是就好像黑社会谈判那样 大佬都没开口 你这个做小的弹得出来 一般这样的情况下 做小的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听到这句话之后 另外一个重量级人物 就是朱祁镇选择题里的第二选择 拍岩帖木耳 好生气 他走出来跟也先说 这个 什么来的 什么是轮到他说话 然后 拍岩帖木耳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了很多 反正他大致意识就是 打仗这么乱 大明皇帝都居然没死 说明天没想抛弃他 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挺好的 所以如果也先大人你 可以主动把皇帝送回去 可以博到个好明星 那还好 哇 真的一番说话 说到大家头暗暗 也先也都同意他的看法 于是将这个朱祁镇 交了给这个拍岩帖木耳看馆 以上讲的这些 是史书上不停记载的 但其实我们认为 当中一大半是乱写的 是很明显夹杂了 后代史观的人生理念 和思想 因为这个也先同学 虽然文化不高 但是权谋手段 都还是懂多少 他既然同得大明开战 就即是说明双方 没什么情分可说 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 好什么明星 好明星 他怎么会在乎这些东西 所以在我们看来 其实事实应该是这样 也先说先 那现在 怎么处理朱祁镇呢 拍岩帖木耳就说 杀了他 可能没什么好处 不如留住他 留住他干什么 你真笨 有皇帝在这里 还怕没好处吗 我们 可以带他去拿负金 又可以呢 带着他 去命令那些边关 那些守军 开城门 那天下就是我们的 于是 大家再闭嘴 然后也先呢 也同意了他的说法 再将朱祁镇呢 是交给 柏岩帖木耳看管的 那便不管了哈 到底写的是真也好 或者我们推测的是真也好 反正 从此之后 俘虏朱祁镇 就做了人治 而也先呢 也都摇身一变 变成了绑匪集团的头目 那根据这个绑匪集团内部安排呢 朱祁镇 就由这个绑匪的第二把手 柏岩帖木耳看管的 但是估计这个义当家呢 就发梦都猜不到 这个殊殊民民的朱祁镇呢 是一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来的 朱祁镇的才能 就是他的人缘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呢 即是我们身边 经常会有这样的人 给我们的感觉呢 就是一见如故 如目春风 这种气质呢 是天生 我们都很愿意 跟这样的人交往 朱祁镇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这个做了俘虏的困境里边 在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的阴影底下 在异国他乡的茫茫大幕里边 朱祁镇 始终保持着这个镇定自弱的态度 即使是对自己的敌人 他都有利有捷的 这样的时间一长 就连看着他的蒙古士兵和军官 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 在心理学里边 有一种病症 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后怪 这个名称 其实就来源于一宗抢劫案 就是说这个案件里边的 被劫持的人质 就一反常态 居然主动掩抢匪逃走 拦住警察 令很多人都觉得 这么奇怪 其实这个现象 就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 就是人质 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之下 是会倾向于服从 控制自己的方 但是朱祁镇先生 就开创历史了 他创造了这个叫土木堡症后群 在他这种能力的影响下 绑匪竟然会主动 站在人质那边 厉害啊 真是一种很可怕的能力 但是朱祁镇 虽然是他有亲和力的人 但是很明显 他的亲和力 就不是战无不勝的 至少对那个叫喜宁的太监 就没用 因为朱祁镇被人带走之后 喜宁就逼不及待 就抛弃了原来的主人 投降了亚仙 更加可惡的就是 他还不断地帮亚仙出谋或策 告诉他听 哪关防守情况 就帮蒙古军队带路 他还坏 他还主动向亚仙提出 就说 现在京城就很空虚的 如果现在立刻打 就一定可以夺取中原的 哇 真是 直接就是一个汉奸 但是也先这边听到他这么说 就红心勃勃 在他看来 有了喜宁帮手出谋或策 一统天下的梦想 很快就可以实现 而由于这个喜宁的背叛 朱祁镇身边就没人照顾了 于是也先 就帮这个大明天子 另外选了个仆人 这个人叫袁彬 也都在大战当中 就俘虜回来的 这个安排 又真是无心插漏漏成阴 这些后话 我们再讲 在做好这一切准备之后 绑匪就开始 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 通知人质家属 这件事很紧急 因为当年没有电话 你一定要找人去报信 而且今次的绑架情况 比较特别 报信的人 一定要加快速度 如果迟了的话 分分钟可能出现 撕票情况 所以也先立刻释放了 叫梁彬的俘虏 要他立刻回去报信 无必在对方撕票之前 将个消息送到 哎呀 好乱了 听到大家 什么撕票 哪边撕票 哪边撕票 乱了 对了 这个真是举世奇闻来的 绑匪竟然怕撕票 是怕那边撕票 什么道理呢 因为大明王朝的子孙 返显速度是很快 排队等着做皇帝的人 分分钟可以从东直门 排到西直门 如果你不再快点的话 万一他真是理手立个新皇帝 手头上这件就不值钱了 所以就有了我们之前说的那幕 大明王朝的精英就这么知道了 他们的好皇帝 还在世 那就麻烦了 其实死了真是最好 死了可以重新立个个 失踪了都不错的 起码可以立着皇帝先 让事情搞定了 所有东西上回正轨了 就算前皇帝 延途乞食乞得回来 都没什么大作用 但现在的情形 正好是最差的一种 人不单止在 还做了绑匪人质 人家是摆明来找你取赎金的 钱当然不是问题 要钱给你就是了 但问题就是 就算给了钱 人未必回来 如果被也先吃着水 他分分钟逢年过节 过来拿一次 当收利是钱 你又不够胆不给 就算你不负皇帝死活 那些舆论压力很大 但这个还不是最麻烦 更大的问题在后面 由于这个皇帝 一美想靠人多欺人少 所以他出征的时候 是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 全部兵力 和北方明军的精锐 这个时候的北京城里 剩下的兵力不到十万 而且全部都是老弱残兵 还士气低落 那也先刚刚打败完明军的主力 就一定会借着个勢 攻击你北京城 按目前这样的情况看 单靠这些兵力 是很难挡得住的 而且也先进攻的时候 一定会带上他的人质 朱祁镇 作用很简单 做人欲盾牌 朱祁镇的真正作用 不在于他是皇帝 而在于是所有的守军 都知道他是皇帝 也先都很清楚这点 所以只要他将那些大明皇帝 放在他的队伍里面 明军这边就一定投鼠忌器 一定不敢真打 当然了 你万一谁不觉意 打死了个皇帝 是你真是 还不是灭族了 所以就守不住 打又打不了 怎么办好呢 实在没办法 大明皇朝 即将陷入绝境 到底有没有得拆呢 明天再说